搬來這間新屋之後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這件事是Sara這麼多年來買得最厲害的一件事 最厲害 歡迎光臨 不錯,真的不錯 今天,先來半個House Tour 先來吧 這裡太多話說了 只是說這裡的設計都沒有了半個小時 其實是沒有什麼設計的 其實我現在不太滿意的設計 但我不想再買東西 我最滿意的是這三個花 我也覺得這三個花不錯 好,帶大家看一下我們的Master bedroom 這次搬屋,我第一樣要換的東西是我們的床 因為我們之前的床下面是沒有儲物空間的 我覺得是很浪費的 那時候有三個櫃桶 對,有三個很小的櫃桶 但現在是整個床下面都可以放垃圾 可以把所有東西都放進去 沒有眼紙乾淨 大行李箱放不到 下次要把床放高一點 可以放多一點東西 我其實想做地台,她不讓我做地台 她說你這麼矮,你做地台當然沒問題 其實有儲物空間是很方便的 即是很容易關,很容易開 就連我這麼小顆都可以關到 關是容易過開的 開是難一點是重一點的 所以通常開我會叫陳三幫我開 記住你買過的禮物 保鮮一下 床下面就放了Damon的新的玩具 我們的床單 Cushion 的套 Cushion 心 Kelicolor 的一堆東西 180,5呎,4吋半 如果我們這間房間是搞地台的話 感覺會怎樣呢? 我的Headspace就剩下兩呎 壓迫感,你想想 會多麼不舒服 都未可能 搬來這間新的房間之後 發生了一個很奇怪的事 明明這張床的尺寸 是跟之前那張床一樣的 但是陳先生竟然跟我說 說是小了 有什麼可能呢? 其實你是不會知道的 當你睡覺的時候 那些高人就會特別留意 對腳伸了出去 你睡到這麼低當然是 睡高一點 睡高一點 這樣不伸了 其實一樣的尺寸 因為我是檢查之前的記錄 但是為什麼我把床 我拿一個尺寸 為什麼對腳伸出去呢? 我拿一個尺寸 又是這個尺寸 我看之前的尺寸 又是這個尺寸 但是為什麼陳先生說小了呢? 莫非它高了? 莫非它由六尺 變成六尺三? 對腳伸是不會說謊的 張床是小了 小了我想 每一尺都有六寸 這裡就是我這邊的空間 因為其實房子都頗大的 這裡一進來門口的位置比較寬敞 我就覺得太急了 所以我就買了一張梳化仔 可以有時陳先生在這裡玩一下iPad 這個位置呢 是一個專業人士的位置 放電影 我們房子是沒有電視機的 因為我想多一點的 白空間和空間感 所以我不想放電視機在那個位置 但其實我們也不喜歡電視機 這件事呢 是Sara這麼多年來 買得最厲害的一件事 最厲害 最厲害的 還經過150吋的電視機 厲害 我們兩個小朋友最喜歡的 每天進來 一時這麼早就差不多要看BTV 還有投影機是沒有那麼雙眼的 對啊 因為光是寫上場的 所以就不會是電視這樣寫出來 結合 這三張畫 是最近才做的 這個是Deelee 這個是Jaymy 這個是我老婆 和我 本來我想做一張 但我又找不到一張 我自己很喜歡想放到這麼大 所以這張畫 這麼大 很嚇人 還有我不是很想 這麼大 我們兩個的樣子 所以這些你看看 其實是 要是看不到陳先生 要是看不到他 哈哈哈哈 我經常對著你 已經夠了 還要回來 就嘩 這樣 其實我想掛上去的 但我要等陳先生有空 很難幫我做些事 所以現在先放在這裡 老人家說 其實不應該有太大鏡 是照著自己的 特別是睡覺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 有一塊東西 蓋著這塊很大的梳妝鏡 為什麼我們沒有電視機呢 就被這塊 六十吋的這塊鏡 霸佔了 像不像電視機 即是剛才蓋著好像電視機 它沒有六十吋 其實這塊鏡當時可以更大一點 抱歉 其實四十二吋 我的人比較防滑 那些東西要放大一點 我想三十吋都沒有 這裡就是我化妝的位置 那之前合法 是可以兩個人 或者三個人 或者四個人一起分享 為什麼會有四個人分享 Daymond和Jamie 或者我女朋友和我的情人 Daymond現在是會 我化妝的時候進來 就喜歡看著我的 就是媽咪我要幫你 媽咪我要幫你 當然就越幫越忙 為什麼我買這麼大的鏡子呢 之前我的鏡子是小一點的 我常常在化妝的時候 陳先生就會哭問 喂 可不可以移你一點 我一吹頭 然後我會看著她 我先坐在這裡 結婚 大家結婚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連鏡子都不能分享 你說 但是你叫我走開一點 你不是跟我分享 你是叫我 坐在那裡的人 鮮到才行的 叫我 麻煩病開 我要用 分享沒有什麼 鮮不鮮到 鮮不鮮得 對啦 所以就做大塊一點 他喜歡放過來 就讓他放過來 大塊位 除非他的臉 大多幾倍而已 哈哈哈哈 大家看到呢 鏡子滑就滑就滑就滑 那右邊呢 有2000支化妝掃 有3000支Hand cream 說的是什麼 不相信啦 4000支精華人 4000支精華人 整張桌子都是他們的 那陳先生呢 我想問 這裡怎麼會這樣 這個毛巾 這個是蠻奇的毛巾 有些玩具 阿Dame 然後這裡 那裡有本 不知什麼雜誌 我這本真正 還不必要發小憂 你不要在我裝可憐 我現在就會數 你的 鮮 OK OK 跟上來 我想問 為什麼你會有一雙臭蜜 在這裡 還有一雙 波鞋 你的眼睛 放在這裡 把我的衣帽間 這裡有一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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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什麼 這裡有一堆東西 你還說 我不給你地方 難怪他不想收拾 杯也有 頭夾也有 太多奇妙的東西 這個不是我的 你之前的音場 你有夾自己的音嗎 這個東西也不是我的 沒有 他一直在幻網 把他的位置 等等 其實 他自己是很亂的 你看 這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東西會在這裡 而是用了這個 櫃桶的蓋 外面 來做儲物 真的很醜 好樣 本來這個空間 我是想放一些擺設 或者盆栽 但是 我暫時還沒想到放什麼 所以 他就 放了他的垃圾 在這裡 由於 我沒有位置 有錶 有愛自己 還有一幅相 送給媽媽的iPhone 搬的那個又不是他 他 他不明白 那麼多 這個就是我的 小小的衣毛間 其實是放不完 我的衣服的 但是 一些常穿的 和一些外套 我就掛起來了 很開心 有小小的衣毛間 然後陳先生 不知道為什麼 幫Daymond洗腦 就說 這個是爸爸的車房 爸爸的車房 爸爸的車房 又說給他衣毛間 我 每朝兒子 就騎著電單車 進來 把車子進爸爸的車房 算了 見我兒子這麼可愛 有他了 但絕對不是爸爸的車房 這裡就放 外套 上面這兩行都是 因為我真的有很多外套 還有我之前 外套全部佔了的時候 每次拿外套出來穿 我都覺得很煩 因為要躺回 所以我的外套全部掛起來 這裡就是 摸不到 就是一個櫃桶 櫃桶 是放T-shirt 放背心 然後 這個櫃桶 放一些我常戴的耳環 這裡就是我房間 唯一一塊的全身鏡 其實我是想做多一塊 漂亮一點的 但衣帽間也有一塊 我就有點貪心 因為我選擇了一個可以儲物的全身鏡 想著 哇 正 很多儲物空間 但誰知道 我是沒有放過東西下去 因為我覺得這些位置掛耳環 其實是很容易會跌 耳環 還有很多耳環 所以這個位置是不太夠的 然後這裡你放得多東西 它又不太關閉到 所以我覺得這塊鏡子 扣絲是很好的 但實際用下去的設計 其實不太適合我 這道門也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它很輕 它是一個燙門 又不用浪費很多空間 我會裝修師傅想得不錯 不過選擇得不錯 透過房間裡面的所有東西 你會看到 一些東西是怎樣去 和諧困處 或者是不分享都可以的 其實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磨鍊 我們終於找到一個可以和諧困處的方法 我記得剛剛搬 這個又跟一個Vlog說 它弄清了我 所有東西都要有它同意先 都不是的 大家要有一個OK才行的 對 兩夫婦就是 大家遷就一下 包容一下 你又要燈 又要燈 又要鏡子 其實我無所謂的 但這些東西很噁心 對 但你的膠盒很噁心 那些膠盒是半屋的 然後你又有很多 麒麗的毛巾包著一些東西 有些奇怪的東西 唉不要提了 總而言之 我接下來就很希望 我們可以多些時間 早些入房 早些睡覺 還有可以在房間裡休息一下 因為老實說 其實我們搬過來之後 是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讓我們在房間裡休息的 我們每晚都做事 做到臨睡之前半個小時 進來可能回覆訊息 然後就睡覺了 是回覆訊息 回到休閒為止 對 這幾晚我都休閒了 他是要幫我脫眼鏡 還有擦電話 我是完全休閒了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